正所謂綠帽不怕大 最緊要脫得快 但都要用一些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美麗新生港 我是Walter 合聽合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在兩天前 尖沙咀一名白衣男子 街頭狂偶少女 女方多次舉手投降 但是男方仍然不停手 還要用力踢向女子 跟著應聲倒地運倒 反安過程被圖人拍片放上網 事件令全城嘩然 警方隨即展開調查 並且拘捕一名十六歲少年 警方相信事件涉及感情糾紛 被捕男子有身意安背景 不排除有人近日凌結身寬 而被捕男子不滿有第三者 戴了六母感到心心不憤 繼而犯案 由尖警區刑事調查 第七隊主管 六字號督察 在今日下午 開記者會 交代案情 說到警方在今個月24日下午 留意到網上流傳一條影片 片中一名本地男子 在尖沙咀一條公眾馬路上 對一名本地女子拳打腳踢 由尖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七隊隨即展開調查 並且找到拍片者 經調查之後 得息案發時間是同日上午的10點40分 地點是尖沙咀 奧士丁奧7至9號 對開的馬路 涉案的一男一女 事後登上一兩的士離去 即是說 女方被人打完之後 還和少年一起上同一架的士走路 依小人建議 如果大家真是這麼不幸 遇上這些事件 而你是那個當事人 被人打完之後 千萬不要和司閘車坐同一架車 你怎知道那個人 會不會吃過翻尋味 或者是一個慣犯來 16歲仔就可以這麼暴力 有什麼我們稍後再說 看看警方有什麼說 警員透過情報主導調查 迅速鎖定疑犯的身份 並且在案發的第二天 即是25號 以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拘捕一名16歲 性關的本地男子 他報稱無業 這名少年有三合會的背景 警方相信事件 由感情糾紛引致 根據新聞報道 被捕男子 有身以安背景 現證獲保釋後查 需要在11月尾向警方報道 案件繼續會交由 由尖警區刑事調查 第七隊跟進 這位少年絕對是一個人才 16歲沒有讀書 不要緊 他報稱無業 但是你不讀書 再去早點出來做事 勤力賺錢 那就沒問題 行行出狀元 但是你又不做事 又不讀書 脾氣還要這麼暴躁 控制不到你自己 出手打你這條女 怎樣搞啊 找不到工作 你起碼讀一個偽進課程 之後不知道你會有什麼選擇 怎樣都好些啊 對不對 至於詳細的案發情況 你可以看回我早兩天的直播 不再重複了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給面 喜歡就訂閱、分享 在此再見